牛奶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饮品 它含有丰富的钙和蛋白质 所以经常喝牛奶不仅能预防骨质疏松 还可以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 市场上的牛奶琳琅满目 品牌和品种越来越多样化 我们究竟要考虑哪些因素 才能买到一款安全有优质的牛奶呢 很多人在选择商品的时候 都喜欢买贵的 认为一分价钱一分货 但是在牛奶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当然咱不排除优质的东西肯定价格就贵 但是对于某一些大牌的牛奶 它可能这里面有好多是什么商业运作 包括广告宣传 这些的附加值其实都融在这个奶里了 但是我们在买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看价格在一个因素 我们最主要看什么呢 咱们要看牛奶的两项指标 一个是蛋白质 一个是脂肪的含量 抓住这两个关键点就可以了 是吗 对 那可是我们这个蛋白质和脂肪含量 我们如何来判断呢 好的 正常来讲 咱们喝牛奶喝什么呀 其实补的就是蛋白质 对吧 然后呢 蛋白质我们要求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就可以看到 能量咱们不说了 因为所有食物都有能量 对吧 第二个你看蛋白质 3.6克 对吧 这就说明已经很高了 这个说明很高吗 对 我们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正常来讲呢 咱们国家要求呢 如果说生牛乳 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 达到2.8克以上 这就说明是一个合格的牛奶了 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 如果你越高 就代表你这个里面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所以看到3.6克就已经是一瓶优质的 富含蛋白质的牛奶了 对 这是蛋白质这一块 然后呢 再也就是看脂肪这一块 因为脂肪呢 是牛奶中 它固有的一类营养物质 所以呢 当然有些人喜欢喝这个全脂的 有些人不喜欢脂肪呢 他喜欢喝脱脂的 但是呢 牛奶里面这个脂肪是 必不可少的一个营养物质 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啊 这里面有4.4克 约在7% 这个算多算少呢 这个其实来讲呢 算稍微有点高了 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 牛奶里面这个脂肪的含量 一般在3%左右 当然这个牛奶 它脂肪含量越高呢 它带来的口感就会越好 浓厚 对 喝起来很香 香醇 对 明白了 选牛奶时 包装可是有很大的学问 一般来说 不同的包装不仅是外观的区别 主要跟保质期有关 一类包装包括屋顶盒 玻璃瓶 塑料袋 这类包装隔绝空气和光线的性能弱 所以需要冷藏保存 但由于这类包装的牛奶 多采用的是巴氏消毒 喝的就是个新鲜劲 因此不需要太长的保质期 一般保质期也就在3到21天左右 巴氏呢 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消毒方法 比如用在鲜奶里面 它一般都是把温度升高到70到80度左右 然后呢这个这个温度呢 对咱们牛奶中的这个营养成分呢 破坏性并没有那么大 也就是说短时间的低温消毒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它消毒出来的奶 符合我们的这个饮用的安全性 但是呢并不能够把这里面 奶里面的所有的细菌 全部杀没掉 所以呢放时间长了 自然而然它就会 容易滋生 对 容易腐败 另一类是采用利乐包装的 主要包括枕型和砖型两种 这类多采用的是超高温灭菌 目的就是让牛奶尽可能长时间保存 而且这一类是由纸 铝 素 组成的六层复合纸包装 隔绝空气和光线的性能很强 所以无需冷藏 还能耐高温 保质期都可以达到三到十二个月 那超高温的这个温度就高了 温度越高 营养素的损失越大 尤其是这种维生素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它灭菌效果彻底 再加上这个独特的这种包装 复合材料的这种包装 所以呢它的保质期就超长 甚至能放了半年 国外的还有一年的这种都有 那这两种到底哪一种更优异点呢 您更推荐哪一种了 正常来讲啊 其实无论是咱们普通包装的 和这种长时间能够耐受的这种包装的 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比如说如果你那个平时懒得去超市买东西 或者觉得挑起来很烦 另外呢比如说咱们经常去旅游啊 外出啊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 这种复合包装的 长时间保存的这种 但是如果说咱们居家 那咱就买最新鲜的嘛 瓶装的也好 塑料袋也好 都可以 但是呢从营养上来看 差别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我还是推荐 如果尽可能的 咱们还是采用这 购买这些短时间保质期的这种 哦巴士的 对 这个杀鲜的 随买随喝 为了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 市场上出现了有机奶 高钙奶 水牛奶 早餐奶等品类 这些花样叠出的功能性牛奶 它们的营养物质更丰富 更全面吗 我们究竟该怎么选择呢 大家看一下啊 水牛纯牛奶 水牛大家知道南方才有 咱们北方几乎看不着这个物种 那么为什么它很香呢 原因是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脂肪含量很高 哦 它这个脂肪我看一下啊 能够达到4.2克 每100克里面 正常来讲的话 咱们牛奶里面的这个脂肪含量 一般都在3%左右 它能够达到7% 那会不会越喝越胖呢 这个不会 其实每天我们就 这小瓶也没多少 正常来我们来讲的话 一天咱们在食物中获取的这个脂肪含量啊 大概75克左右 你想啊 这个里面呢 它每天才有多少啊 4.2克 你喝这一罐这个才能占多少 不到10% 对吧 也就在5%左右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 或者说有负担感 对 所以呢 我们这种情况下呢 喝这种奶也可以 但是为什么说水牛奶 为什么没有走进千家万户呢 原因很简单 这个水牛奶啊 产量特别低 所以呢 它自然价格就贵 所以很多人呢 并不能够接受它这个价格 哦 所以因为贵啊 对 如果你觉得口感你也喜欢 而且呢 你又追求它的营养 可以去选择水牛奶 但是有一些水牛奶 比如说 咱们看啊 这个里面就不完全是水牛奶了 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 第一位的肯定是水牛奶 同时呢 又加了一些普通的牛奶 因为这个水牛奶的价格比较贵啊 同时呢 加了一些水 加了一些 比如说单硬质酸甘油脂啊 三聚磷酸钠呀 等等等等啊 其中这个单硬质酸甘油脂呢 和下面还有一个单酸甘油脂防酸脂 它俩的作用呢 其实就是乳化剂 保证咱们这个水牛奶呢 它是乳化状态的 是维持一个均匀的状态 同时呢 这个卡拉椒呢 其实就是为了增加一个粘稠的口感 当然呢 这里面还加了一些 比如说六片磷酸啊 等等的 这些都是为了调节 这个水牛奶的一些稳定性 包括一些口感 甚至一些保存在一个期限上的这些东西 哦 所以这一些小窍门 咱们都要注意啊 对 它的这个文字上的这一些差别 对 我们在买奶的时候 一定要不光看牌子 看那个名称 你还学会要看配料表 对 明白了 这个高钙奶的话 我们确实可以起到 更多的补充钙元素的作用吗 确实是这样的 高钙奶啊 它之所以称为高钙奶 是因为它那里面的钙呢 确实比我们普通要高一些 正常来讲呢 咱们一盒普通牛奶 每百毫升这里面的钙的含量 一般是在90到120左右 那么高钙奶呢 它的标志是要在120以上 刚才您看的一大事 您也说了 大概它在150左右 对 对吧 那说明呢 它也是就是每百毫升 要比普通牛奶高出了30毫克左右 它确实是高钙奶 对 确实高了 但是我们要明白 这个高钙奶的这个钙 它是从哪来的 它并不是牛奶本身高出了 就比普通牛奶要高出了那么多 这个呢 都是人为添加进去的 就是奶里边割了钙片 类似于这个道理 所以呢 这个奶的 里面的钙它的吸收率怎么样 其实并不比我们普通的要好很多 另外呢 这个量 你看每百毫升高出30毫克 对吧 那么大概这一袋是200毫升左右 所以呢 大概比普通牛奶呢 就多了60毫克左右的一个钙 我们正常来讲呢 人体需要钙的量呢 是1000毫克 所以60毫克来讲呢 并没有高太多 但是如果你每天坚持喝很多牛奶 那这个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那能不能吸收啊 问题是 这也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它 人为添加的钙呢 肯定比我们普通的 牛奶中在代表的钙呢 吸收率呢 肯定没有那么好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高钙奶呢 其实它并不算是一个纯牛奶 它算是一个调制乳 哦 因为它在牛奶的技术上呢 额外添加东西了 哦 添加了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啊 你看啊 主料还是咱们说的牛奶 这个没有问题 同时添加了 您说的钙片 钙片 它算钙对吧 维生素第三也加了 加了维生素第三 为方便钙吸收 吸收 对 同时还加了什么 单酸 甘油 甘油脂啊 这些甘油脂的名字很绕 对 它是什么意思呢 是乳化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钙加到牛奶里面呢 会让牛奶中的蛋白 尤其是烙蛋白呢 不稳定 产生一些续状的物质 那加了这些东西呢 它就乳化 保持它一个正常的 像牛奶一样的这个状态 保持造型 对 保持造型很重要啊 对 同时你看啊 加了卡拉椒 卡拉椒什么意思啊 蒸稠的 所以喝起来可能口感 要比普通的这个牛奶 更稠一些 哦 所以还其实是属于调制乳了 对 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属于是一种调制乳 那个早餐奶 就是一袋都特别便宜的 然后呢 它又把这个麦片啊 什么蛋黄全加上了 这种 嗯 这种牛奶怎么样呢 嗯 好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早餐奶 嗯 这个早餐奶可是神器 好多人都喜欢喝 味道好 但是实际上我跟大家说啊 这个并不是一款 严格意义上来讲的牛奶 哦 刚才说了啊 因为它这里面 它调味了 它加了很多东西 嗯 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成分表 你看这边是纯牛奶 对吧 配料只有一种 叫生牛乳 这边是早餐奶 你看啊 生牛乳 水 这个咱不说了 没有问题 好 它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糖啊 白砂糖 对啊 那这就是一个能量的来源了 对不对 所以咱们喝了这个东西呢 相当于是 是给我们补充能量了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啊 对于比如说 想减肥的女士来讲 对 这个东西是有危害的 对吧 对对对 同时呢 你看啊 加了固体麦精 那固体麦精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种 让你感觉起来 像是喝了麦片一样的 那个口感的那个物质 是不是麦乳精之类的 类似于这种东西 但实际上呢 它并没有什么营养 包括你看 有燕麦粉啊 燕麦 加了燕麦 确实是这个东西 加了燕麦粉 对 然后剩下都是食品添加剂了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 好几种类类啊 都是这个乳化剂 然后包括这个瓜尔椒啊 包括这个卡拉椒啊等等啊 最主要是这种蒸头剂 同时呢 还加了盐了 还有盐呢 还加了盐了 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啊 加糖的同时肯定要加盐 非常调整个口感 有佐料了 所以这种奶好喝 但是呢 你喝时间长了呢 它的能量是超标的 而且呢添加剂也挺多的 就很负担嘛 对 所以我们推荐 咱们喝的是牛奶 我没有推荐你喝 这么复杂的一个调制乳 哦 哦 那这里边还真是有学问了 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奶 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纯的生牛乳 和这种您说的调制奶 是完全两个概念 对 对吧 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有没有什么窍门告诉我们呢 很简单 咱们首先来讲 您看这个配料表 就可以看出来了 如果是纯牛奶 它很简单 它就一种 就是牛乳 酸油乳 对吧 如果是这个一大堆东西呢 那不用问 它就是一个调制乳 所以少及是多 对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营养成分表 哦 还要看营养成分表 你看啊 这个调制奶 我们看哪项呢 我们主要看蛋白质 咱们正常来说了 普通牛奶 它的蛋白质含量要达到2.8克以上 对吧 你看这个啊 它达到了3.6克 已经很好了 对吧 但是对于调制乳来讲 我们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你只要达到2.3克以上 就够了 所以你看啊 这个早餐奶的话 它是2.4克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喝早餐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要低的 有一种是有机奶 就是我平时都会买这个有机奶 认准这个有机的标志 这个有没有必要呢 好的 这个有确实有必要 那么有机奶呢 其实是一种高端奶 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个有机的概念是什么呢 所谓的有机奶呢 其实就是在 我们从源头开始说 牛的饲养的过程中呢 包括它的所有的饲料也好 包括我们加工的这个过程也好 包括包装也好 都是纯天然 相当于是没有任何的 包括一些农药啊 等等等等的 这些添加 全程都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保证 咱们这奶品的奶源的质量 是最好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在挑有机奶的时候呢 一定要像刚才您说的 认准这个有机的标志 小黄标 对 你看这个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有这个小黄标志 就可以了 不能我说 它是有机奶 就是有机奶 咱们是有认证的 那么有机奶呢 一方面能够保证这个安全性 另一方面呢 它确实营养价值会稍微高一些 水是生命之源 每天喝足够的水 对保持体内水分平衡至关重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体高 桶装水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日常选择 觉得它既方便又快捷 然而市场上的桶装水 品牌众多 价格高低不等 质量参差不齐 安全放心的桶装水 到底该怎么选呢 其实首先我们选水的时候 第一个像我 我就把这个桶倒过来 我看看它桶底 看桶底 对 那咱们就从这儿看起吧 从一号开始 对对对 你倒回来你看 挺重的是吧 来来来来 它的底下有个三角形的标志 看到没有 三角形 上面写着PC PC 对 它被写到就是不可装其他的液体 然后就是只能装水 这么好玩 然后有的还有的 会写上有个QS标志 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什么标准 都会在底下 你看看就是PC PC 好 这个我们记得 一号底下是有PC的 看一下二号桶装水的桶底 是怎样 我看一眼 您看看 这里写着一个食品级的PC 在这上面 它还有QS标志 好 我们再看 所以目前看桶底的话 二号似乎也比较正常 看看这也 对对对 咱们接着看 我估计有的水吧 是这样的 桶是真的 水是假的 我们看看 这里到底有没有不合格的水 看看 你看它这个 它写的一个PET 它也写了 这个桶的比较脏一点 好 再看看这个 再看最后一个 最干净的桶 看看 看到PC了没有 这个有 这儿 有 看见了 PC 你看一般情况下 它们都会标志有PC 还有的桶呢 其实不是PC 它是PET的 PET 对 PET 因为有人做过实验 就那PET的桶 隔地上一下来 一打下来 它就摔碎了 而且PET的桶呢 就我们平常喝的矿泉水 用的就是PET 它的学名叫聚乙锡 对本二胶酸脂 太难机了 PET 它就是装矿泉水 平常我们喝的 瓶装水 一次性的 就是不能用了 用一次就不能用了 因为它只能耐60度的高温 再高的温度 它就会破坏 有一些单体 它就会吸出来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一般用的 这个PC呢 它是聚碳酸脂 这个材料呢 就比较好 它能够赖120度的高温 所以你回收回去 再消毒再洗 用高温 它都可以赖瘦 就你放微波鲤 稍微加热一下 这种材料也是可以的 PC可以反复使用的是吧 对 PC是可以反复使用 但是呢 也只能用过四五十次 就不能再用了 因为这个材料 大家看 我刚才第一个说 看桶底 第二个呢 我们就看这个桶的颜色 桶的颜色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会加入一点点的 颜料进去 就是有一点淡蓝色 或者是透亮的 不是那种亮得特别的蓝 或者是发紫的 发绿的 那些都不可靠 那些有可能就会是 用了废旧的一些塑料 原来就是还有光盘 现在没有光盘了 还有的甚至会用一些 医用的这个废气物 去做这样的桶 一般来讲呢 这个蓝呢 不是特别的蓝 但是呢 还比较透亮的 比较透明的 当然它用的次数 多一点的话呢 因为它会在地上滚啊 什么的呀 所以它会有点磨擦 但是不是那种 特别特别旧 像这个桶 这旧的点子是 我觉得就没法看了 你看是吧 磨擦特别 底下也特别脏 东西都磨得快没有了 还有这个桶呢 我就觉得有点 太蓝了 你看这个口子 这有点太蓝了 你看这个口子 蓝的就不太正常 是吧 是吧 看颜色 还有你看它这个 有的这个桶的材质吧 透亮的 这个均衣度很好 还有的呢 就是有的地方薄一点 有的地方厚一点 还有的地方有气泡 那肯定就是不合格 是吧 看颜色的话 一二三四 您目前觉得 四号桶有点 亮的有点 是吧 有点亮了 对对 然后二号桶太旧 太旧了 对 一号桶和三号桶 在您看来 目前还可以 还可以 是吧 行 那我们继续 往下做一个排除法 咱们下一步 该看桶的什么地方了 看桶的这个瓶子 这个瓶盖 上面有一个膜 就是瓶顶端的 这块是吗 对 你摸摸 这个地方有一点 自愣不平的 凹凸不平 对 有点这个 感觉有点粗糙 好像是写了 什么字是吧 这个是用激光打的码 写的就是出场日期 还有一个马 特有的一个马 你看这些都没有 对 这些都很光滑 这个瓶口吧 特别光滑 特别的 看上去就是用机器 压上去的 还有些就是用电锤锋 什么的 你看这都不平 有些都是不平 来 我们把它俩对比一下 一号和三号 现在这边是一号水 这边是三号水 你看它这个膜 它是很平整 很光滑 这个就是很粗糙 你看 都起边了 而且它这个 防尾的标准 就是有一个 二维码 二维码 就在上面 我扫了一下 它就二维码 什么都没有 也没告诉我 这个水到底是真是假 就是出现一个 就是它的水站 有个电话联系人 你说你要买水 就上我这来吧 也没告诉你真假 这看着很敞亮 我就把这码亮了 你随便扫吧 对 反倒有问题 是吧 像控乘机的感觉 对 这个码就是在反面 就是在这个膜的反面 你一扫 它就告诉你 你买的是我们的赠品的水 是有质量保证的 价钱是多少 然后这个水是来自于 哪里水源地 它是清楚的 而且这个水 是真的 它都告诉你 所以说这个二维码 在桶盖背面的 含蓄点的 反倒是货真价实的 一个水的身份标志 而这种 敞出来放的二维码的 包括你看这个边 都起边了 丝毫不平整 这个就会有点问题 也可能是这样 也不能排除 就完全是假的 至少是有问题 对 这有问题 可能就是一种 比较杂牌的水 可能就是说 随便从哪儿 弄了一点水 就水源地 可能也不明确 还有可能也 自己家里 井里边抽上来的 也未成可知 反正就是 不是有那种 正规的途径来的 明白了 刚刚专家已经教会我们 如何选择一款 合格健康的桶装水 但是桶装水 还有不同的品类 比如纯净水 饮用天然水 天然矿泉水等等 那么这些水的水源 和生产工艺 有什么不同 它们在口感 水质 营养成分上 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每一种水 它都有自己的特点 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水 其实都是不错的水 都可以选择 在2018年的时候 国家特别地出了一个标准 叫GB8537 8537 就是国标8537-2018 就是给大家说了 什么叫天然的矿泉水 它有七个指标 就是说你要标 你是天然的矿泉水 七个限定指标里边 你必须有一项 或者是一项以上 符合这个 大家看到没有 有一个溶解性总库体 溶解性总库体 主要是指的什么 甲 纳 钙 铭 这些矿物质 因为它的溶解性 总库体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的确不太适合 以小婴儿来喝 但是矿泉水 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天然的 从地上冒出来的 或者是通过森井挖出来的 这个水就比较好 还有就是高山上的血水 就是说它没有污染 就是这个水 我不能处理 不能往里边 添加一点什么东西 这是不允许的 如果你也有添加的话 那就不能叫天然矿泉水 但是我可以去 比如说有的有气 我可以把气去掉 或者说加一点 它本身含有的气 我把这些气收集起来 我再压进去 这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呢 可以有一些臭氧的消毒物 有一些消毒物 这个是可以的 就杀菌 这个是可以有的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真正的矿泉水 你必须要在水源地来灌装 不能说我用一个车子 用车子 用丑车皮 把它拿到另外一地方去灌装 那是不行的 所以一般来讲呢 这矿泉水的价格呢 它是会比较高一些 就是如果你喜欢 喝这种口味 你觉得喜欢这些天然的水 可以选择 所以您是首推矿泉水的 天然矿泉水的 是的 我看到我们这些指标 这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些元素 是吧 有些这些指标合格 那就证明呢 它的这个矿泉水的质量是比较高的 它的来源是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呢 不妨有时候外出的时候 带个瓶装水啊 也可以选择矿泉水 说到这个天然这俩字啊 您看 有天然矿泉水 还有叫饮用天然水 饮用天然水 饮用天然水 咱怎么去理解何老师 饮用天然水呢 其实国家标准里面 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 就针对于饮用天然水 但是它会在那个 饮用的包装水里边有 就是饮用包装水里面 包含饮用天然水 所谓的天然水 就是来自于天然的 它就是说可能是三泉水 可能是河里边的水 也可能是水库里边的水 也可能是深井水 都可以 就是说我是天然存在的 没有加工处理 我只是把它消毒了 灭菌了 就是这样的 但如果是矿泉水 相比矿泉水来说 您更推荐哪一个呢 我觉得它是各有各的好 一般来说天然水 它卖价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 比矿泉水 从性价比来说 它也可以是选择的 那要是咱不考虑钱的 不差钱的话 选一个更好的 您会选哪一个 你先用我自己来喝 我自己选择 我当然一般我会选 这个天然的矿泉水 还是矿泉水 因为它必须有一些东西 就是可能我需要它 可能我觉得它口感会也比较好 其实这个差别不大 就是看你自己的喜欢 我就爱泡茶喝 是吧 我就选这个饮用的 天然的给它烧开了 气茶很好 也没什么不好 何老师您看 纯净水跟后面两个完全不同 纯净水是那种特别干净 啥也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 对 是吗 对 病原微生物都没有了 一些胶体 一些颗粒物 还有一些病毒 还有一些细菌 统统都没有 就是纯净的 就是特别的纯净的水 就是水 那纯净不好吗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一般来说 有很多的矿物质 比方说水里边的钙和鎂 也是构成我们需要量的一部分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 就是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 因为它不含任何的矿物质 它这里面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不太适合于长期喝 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 你不要把这个纯净水 想得有多不好 你看有一些桑木里面的国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 像迪拜那些地方 它们都是海水 没有淡水 它们基本上都喝的是什么 净化的纯净水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洁的水源 也是可以选择的 随着大家对饮用水水质的要求 越来越高 为了去除水中的杂质和重金属 很多家庭会选购家用净水器 市场上常见的净水器 主要分为反渗透式和超氯净水器 两大类 那么这两类净水器 有什么区别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净水器 究竟应该看哪些指标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说的超氯式净水器 就是你的铁锈啊 你一刹等于一些悬浮物啊 就是颗粒物啊 都可以去除掉 还有一些不好闻的味道 一些就是比方说漂白的鱼绿的 这个量太多了 也可以去除掉 然后可非发的一些有机物啊 还有大分子的有机物一些胶体 甚至包括一些细菌啊 它都会去除掉 病毒就不一定了 因为病毒比细菌还要小很多很多啊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水购以后的一些离子物 包括一些重金属啊 你都去除不了啊 去除不了 所以说不能直接喝啊 对 不能直接喝 但是反渗透呢 它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去除掉了 所以说它这个水呢 一般来说呢 可以达到一个直接饮用 如果居住的这个地方啊 是个重工业城市污染比较厉害 我的这个水源都被污染的 这个自来水也不太好 味道很浓啊 我觉得家里有孩子 我就愿意选择这样的 反生透式的 反生透式的 一般情况下 如果觉得这个水质还可以 只是生活追求品位高一点 像爱喝茶呀什么的 就选个这个超绿的 超绿就挺好 对对对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净水剂啊 各位可以因地制力因人而异了 你可能好奇 真的这个超绿和所谓的反生透 差别很大吗 我们就现场来比较实验一下 来请上我们的实验道具 来各位看此刻 我们变成了一个实验室啊 何老师 真的是大阵仗 这都是什么设备啊 您给介绍一下 哎呀 首先呢 我们想考虑一下 这个净水器的效果 所以我们呢 就人为地 自作了一潭污水 这个看着真的好黑啊 弄当东西来弄 所以呢 我就用了这个酱油 哦 酱油 老抽啊 颜色比较森啊 就看出来是个污染的 老抽放在了水里面 是吧 是 其实我现在我想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TDS到底有多少啊 就它的一些 总固体物的含量 我先给它 你看这有个开关啊 这个开关 我给它打开 打开 你看是零是吧 零 大家可以看到 零 然后呢 我就给它放到这里边 测水质的那个检测笔 对对对对对 就是里面的固体物 你看啊 等于说这个树枝越高的话 说明水里面的这个污染物 越杂质越多 也有可能是矿物质很多 比方说有一些离子啊 有一些 对身体有用的 比方我们说的矿物质 铁啊 铅啊 钙啊 铁啊 钾啊 蜡啊 都算啊 还有一些重金属污染物 就我们不需要的 千格拱啊 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大分子的有机物啊 我们都可以测出来 就是说你这个 测出来的值越高 有可能这个水越硬 还有一可能 这水的污染更严重 所以对两方面来说 不能单纯的 就是看这个TDS值 就觉得这个是污水 那不一定 矿物质水 可能它也会比较高 明白 然后这两台设备 分别是什么呢 何老师 这个呢是超氯的 这是超氯进水器 这个进水器有什么好呢 它不会产生污水 就是它进化完以后呢 它没有废水产生 没有废水 所以它就比较便宜 那这个就是反渗透的是吧 反渗透的 对 看到好像是要贵一些 但是我们可以看效果 我们就现场来测试一下 好不好 来 有请实验助理 好 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特别期待了 同样一盆 我们用老抽调制的 打引号的污水 分别通过我们的超氯进水器 和反渗透的进水器 出来的水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不好 来我们接吻电源 超氯的进水器 先看超氯的效果是吧 好 这个水从这里抽上去 大家看这个水进去了 我看超氯的这个画面左侧的 第一个桶已经变颜色了 第二个桶满了 现在第三个桶正在往上 又下去了 这个水柱 这一层一般是皮皮棉 活性碳 然后一个是膜 这个膜的质量不一样的 就决定了是超氯还是反渗透 第一杯水出来了 好 来各位这样 我先看一眼 各位啊 我们的超氯进水器的 过滤完之后的水 从这个颜色 变成了这个颜色 有点点像这个茉莉花茶 连续来 你闻闻你闻闻 看有没有酱油味啊 你感觉这个 我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好像 有味吗 没有味了 几乎没味了 史进闻有一点点是不是 一点我都没闻中来 这能尝尝吗 没问题 都是能喝 不能 他摇头了 不建议 不建议 我尝一个 我尝一个 这也没事 这是你自愿的 它有没有咸味道 这是你自愿的 舔一下就行了 连续 这个好像啤酒 这个颜色 什么味 像淡茶 什么味都没有 实话实说 没有那个酱油的 没有那种老抽的味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那么浓重 真的 而且我到嘴里头也没有那种咸味 行了 这不是啤酒 别喝了 觉得还喜欢上了是吧 有一点 有一点 我喝了稍微大点一口 还有一点 但绝对显现不到是 那么多老抽掉 变过来的 但是总体喝起来我觉得还行 对 只有您家的这个超绿 静泽气 做做的水 不错了吧 这是超绿的效果 超绿的效果 我觉得也还行了 好 谢谢 谢谢 还行 那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反渗透式净水器的净水效果有多强呢 来 有请试验助理 天哪 这个是不是没有颜色 三位能看到吗 从我这看 我感觉已经看不出有任何颜色了 连续来 先让她先感受一下 你先直观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这都不用感受了 不用感受了 所以希望你看见了这色就跟 这个很震撼 有味儿吗 有味儿吗 没味儿 一点味儿 对啊 纯净水 对 直吟水 对 哎呦呦呦 渴了 渴了 又吃渴了 真的渴了 别动渴了还得测拿 行 这会儿是白酒 行吗 刚才是啤酒 完全想不到 是从那边污水变过来的 对 想想想想不到 好谢谢 休息一下 所以说老师这个差别这么大啊 看着像这个变细法一样 把水给变了 就在于我们这种过滤芯的层级数量 层次不同是吧 是的 主要是它那个膜不一样 它有一个RO膜 这个膜它很厉害的 但是这个膜呢 它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 它反复需要水来进行一个冲洗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个反生涂式滤水器的时候 会产生废水 对 这个就是出现了一个废水 就是一些重金属啊 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啊 它会在废水里面 这个废水它是丢弃的 我们在选择这个进水器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这个参数 你看 有一个每分钟可以达到多少的流量 你看 一分钟可以生产出 1.2升的这样的好的水 干净的水 那么额定的总进水量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产出的这个进水量 达到5500升的时候 这个滤芯啊 这个都要换了 就不能说一劳永逸 说你们家买这个 用好多年 十年八年我都不换 那不成 那也不行 就是说你生产出了5500升水了 你就要换一个滤芯 这个残水率55%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100升的水 55升是我可以用的好的水 那么剩下的45升呢 就是这种废水 废水是不能喝的 只能倒掉 所以这个就是它会 有一部分的水呢 会浪费掉 就是就只能丢弃 因为都是污染的水 所以就根据自己的 要看这些参数 去选择自己需要的 这样的进水器 对 还是要我们因人而异 因需求而定 好的 谢谢我们的神助理 谢谢 来 我们请撤下我们的实验道具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选择 将自来水烧开饮用 时间久了 水壶里会出现一种 令人担心的物质 水垢 那么长期喝容易产生水垢的水 容易换肾结石吗 就是我们北方 华北 东北地区 我们的水相对应比较硬一点 但是并没有流行病学资料表明 我们北方人的结石发病率 坦率来讲 应该叫肾结石的发病率 没有比南方的要高 其实你说这个喝硬水 就导致结石 这个不存在的 这个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所以说让各位不要怕水垢 我们再做一个实验 直观地看一下 水垢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这个就是烧的壶比较时间长的 从来不清洗 像我在家我经常会清洗 每天烧完以后把壶 我会用手去把里面的东西都 对 擦拭干净 所以我们就抠了几片水垢 在这个碗里面 已经提前都已经摆放好了 然后何老师 您要怎样帮我们去 破解这份恐惧呢 其实特别简单 我们很多时候家里有这种 白醋或者是醋精 这也比较便宜 你看到这个成分 基本上就是用这个醋精来 醋伤来进行一个调制的 用这个就可以进行一个小实验吧 我们把这个醋精倒到这个里边 老师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多倒点 这个醋是酸的对不对 对 就是现在我想象这个烧杯是我的胃 好吗 你想象你是你的胃 这个醋能想成是我们的胃酸吗 实际上我们的胃酸 就是盐酸为主 就是氯化氢 比这个醋精 酸性要大 更强 pH值要低 实际上是可以给它吸烧 所以说各位 不如胃酸的一个实验的 这个酸 对于我们水垢水碱的 这个破坏性有多强呢 我们试一下 来 把水垢一片放进去 你看它在发生反应有气体 在冒泡 在冒泡 你看有没有 来 往前一点各位看 往前一点 看 冒泡 能看到吗 像汽水一样 在往上冒泡 冒泡 所以这个就是它在分解我们的这个水垢水碱 是不是 它实际上在跟这个碳酸钙和碳酸酶发生一些反应 它就把它溶解了 那么溶解的部分呢 很多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吸收的 通过胃道12指肠 然后在小肠里 在小肠里面就可以吸收到血液里面去 那么这个钙离子和铭离子呢 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益的 我们就叫它是对人体有用的 我们人体比较容易缺的 红量的元素 红量元素 对 就是我们人体血量比较多的 你看 它溶解得很快 那么有一部分你喝进去来以后 它没有溶解 它会在大便里面排出去 所以说这还是不如我们胃酸的酸度的这个醋 来尝试体现一下 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水垢 溶解分解了 如果是胃酸的话 水垢更不在化价 就是盐酸的话就更快 对 所以说如果咱们是喝到水垢的话 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会有节食的发生 是不是 再说了我们也不会一块一块的 这样的水垢给吃进去 对 其实吃进去很微量 所以大家尽管放心 水垢对人体的健康呢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好 所以说这个担心可以破除了 不用害怕水垢了 感谢何老师 因为大家太关键了 谢谢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